大家好,我是爱玉言笋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崩坏星穷铁道 废的联动补充 星星球上线,限定皮肤 角色真的要来了 崩坏星穷铁道,焦球不吃香菜原因找到 隐藏故事被翻出 刀子来得错不及防 崩铁官方放出全新预告后 游戏热度直线上升 特别是日服那边 直接登顶 甚至还出现了各种梗图 那么对于此次联动 崩铁这边会有哪些安排 让我们一起来推测一下 根据官方提供的信息来看 此次联动将会以新星球的模式上线 比较有意思的是 玩家打开地图是看不到这个联动星球的 但是如果通过游戏中的版本热点进入 第一个画面 可以看到仙舟旁边会有一个碎裂的星球 和联动星球重合 这样来看的话 官方已经提前为一年之后的联动星球做准备了 那么各位开拓者觉得它会是现实星球 还是常驻呢 通过新动画短片来看 目前可确定废子中阿浙将会作为首位角色登场了 而根据门内闪出的金光推断 基本可确定五星无遗 推测会有三到四位新角色露面 但能否全部都进卡池 还是个未知数 既然是联动版本 推测会有新皮肤 按照隔壁姐姐原神的设计 皮肤系统早晚都会上线 预计等到那个时候 服装系统都已经设计好了 所以联动时装的概率还是非常大的 如若真的有 能不能先给克拉拉安排一套 至于联动角色的安排 个人觉得还是会有赠送角色上线的 其他角色如果真要以抽卡的方式上线 那么还要考虑以后复课的问题 所以卡池的安排 角色强度问题 都需要官方好好规划 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 崩帖与Fate联动的期待度非常高 不过可惜的是 需要等到明年这个时候才能上线 具体将会以怎样的形式展现 联动情况如何 就要等后续官方来为我们解答了 大致了解了一下 焦丘的相关故事 没想到真的有刀 如果提问 各位开拓者对焦丘的第一印象如何 除了粉毛狐狸外 相信大家都会选择麻辣火锅 但有意思的是 通过焦丘的故事 我们可以看出 它原本的口味非常清淡 那么为何 无论是在任务对话 还是技能表现 所表达出来的都是无辣不欢呢 其实这也和他的经历有所关系 作为一个医生 焦丘的工作就是救治伤员 但无奈的是 当初征的鸣笛响起之时 他曾经治好的病患 将会重新踏上战场 看到他们一个又一个 在自己的眼前倒下 焦丘感到非常迷茫 在焦丘的个人故事中 焦丘提出了一个问题 如果我医治的病患 注定还要奔赴死亡 那医者意义是什么 不论是PV还是剧情 都在告诉我们 焦丘这次出面 其实是为了寻找 想要的答案而已 那么为何焦丘喜欢吃辣 个人的理解是 焦丘经历了种种 目前个人对生死已经麻木 吃辣可以吃通味觉 或者是神经 让他能够感受到 自己还活着 这次跟着飞销回来 也是因为听从了老者的建议 希望通过飞销 能够找到医者的意义 顺便解开自己的心结 至于不吃香菜的这个问题 可能跟文本描述一样 只是觉得会伤胃 或者是因为对味道太敏感 就如部分开拓者那样 单纯只是不喜欢吃罢了 真没想到 一只小小的狐狸 竟然也藏了这么多故事 只可惜 剧情部分铺垫的有点少 而且还没有同行任务 毕竟在2.5版本中 焦丘会有更亮眼的表现 那么 他是否能够从飞销身上找到答案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